本期视频不同于以往视频 存在着大量脑部和修复情节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主观 由于修复和推理的部分太多 一一说明原因对观看并没有太好的体验 在此先给大家报个信 在视频的结尾 我会大体说明我如此赛样的原因 那么我们开始吧 日月之时这个宇宙按大类 把阵容分成四部分 魔女发射的时候聊过这个宇宙 这次的更新后 我自己的一些猜想和看法发生了变化 所以现在把之前的东西忘掉 重新整理 日月之时的四个阵营 分别是永恒之森 魔女 死亡绽放和日月骑士 接下来我按照时间顺序 来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下 这些英雄都是干嘛的 首先先说的 就是这个系列的大系列永恒之森 在日月之时的世界中 有一片非常大 且非常具有历史的古老森林 我们称它为永恒之森 不过在永恒之森还没有诞生之前 巴德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 当时的环境也不像现在这么好 地面上的生命并不多 不过巴德出现后 情况就开始有了好转 荒芜的大地上开始生根发芽 最后孕育出了永恒之森的雏形 之后才到了古代永恒之森的时代 古代永恒之森孕育出了许多生物 它们之中有能力强大 那些能力强大的在后来人的口中被称为古神 接下来一一介绍 摩腾古神之一 代号梦魇 他在古代的世纪为之 现代复活的古神之一 魔女教团领头人莫甘纳 称摩腾为昏溃神主 并不对他有任何敬意 阿兹尔古神之一 代号德鲁伊之王 在古代阿兹尔是一个国家的王 他细心的培养了他爱的人民 他的人民是一个特殊的种族 而这个种族在现代已经成为了宾死种族 奥恩 古神之一 代号缔造者 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个没有被腐化的古神 一直坚守古道任劳任怨的树岛河流 照了树木 保管着远古时期的神圣知识 直到今天 爱翁 古神之一 准确来说爱翁不是古神 更像是古神的腐化者 爱翁的本体是由黑暗禁术造成 在很久以前 爱翁腐化了大量古神 之后发生了一场战争 许多古神就此战败 到此我们是介绍了古代远古之森的构成 首先最神秘的 并且最有可能是原始之神的巴德 然后缔造者奥恩 德鲁伊之王 阿兹尔 梦魇摩腾 和疑似腐化众神的爱翁 这腐化的众多古神 基本没咋干人事 当时是非常影响人类的生活 然后人类就想灭了他们 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猎杀邪神的组织 修道骑士团 并且通过一些途径 得到了太阳和月亮提供的玄傲力量 最后打败了旧世界的邪恶诸神 这就是古代永恒之森的那一条主线 诸神战争 而现在的主线 就是魔女复活诸神的魔女线了 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另一条主线 魔女线哈 不过在聊魔女线之前 我们可以先认识认识 永恒之森里面的其他种族 毕竟一片森林里面不是只有古神的 还有什么木精灵 仙子 妖怪 妖精 这种我们给归个类 统一叫做森林生灵 森林生灵有特别多 我们稍微说说 首先索拉卡 索拉卡从始至终都对人类 有着十分友好态度 和诸宇宙一样 塔里克 塔里克带着他的部落 舍弃了人类的身份 和永恒之森签订了契约 吸收了永恒之森的力量 获得了长生不老的能力 同样根据契约 他们需要尽全力 保护永恒之森 不受侵害 阿里同样是一位美丽的邻精 不要喜欢开玩笑 整天过得乐呵呵的 当然后来魔女事件发生后 阿里也站了出来 参与战斗 狭洛森林生灵中的一对情侣 他们是森林中 国家的王子和公主 每天十分恩爱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魔女事件 没有太大的想法 赫卡里姆 这名森林生灵活得可久 古神时代就存在了 现在还活着 负责守护森林 最后两个特殊的森林生灵 勒弗兰和维加 他们是魔女事件催化出来的生物 我们放在魔女线中说 好那么以上 是把永恒之森的大体 全部了解完了 在了解完古神和森林生物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 魔女团到底都干了什么 要谈魔女 我们就要稍微的 引入一点宗教的概念了 在宗教体系中 会有一种排外的行为 一些较大的教派 会排斥小众教派 并且刻意丑化他们 而那些小众教派 也会不满于大教派 所崇尚的社会风气 从而进行反抗 在瑞芝石这个宇宙中 大教派指的就是 修道歧视团 他们信仰的是日月之力 而小教派则是魔女团 他们崇尚的是 已经死亡了的古神 为了他们的主 他们要竭尽全力地 复活古神 并且推翻修道歧视团 对于世界的主宰 成为新世界的主导 没错 本质上日月之时 讲的是两个宗教之间的战争 只不过这个战争 被具象化了 引入了日月时歧视 和古神等生物 魔女团一共五人 他们五个分别对应了 一种元素 这可能也暗示着他们信仰的古神 各不相通 勒弗兰对应黑鹤 之前的勒弗兰 已经死亡 被永恒之森里面的一个木精灵杀死了 并偷取了外貌和名字 没错 永恒之森 勒弗兰 就是勒弗兰 送出的衣血 之后象征着 黑鹤的古神 复活了勒弗兰 所以莫干娜 在遇到勒弗兰的时候 才会说 也来无恙 勒弗兰 从无名的浅目中 返回人间的你啊 杰拉 对应夜哥 原话这种暗暗的 发小光光的羽毛质感 很匹配鸽子脖子上的那个毛 而且杰拉还引出了 处于日月之时之外的 第三方力量 星石 这个我们放在结尾说 卡米尔 对应黑山羊 虽然和莫干娜 同属于魔女团 但是他和莫干娜的关系 并不好 这属于教派内部的权力矛盾了 李桑卓对应无路 从头饰和网上的风评来看 我们可以推测 他信仰的古神就是魔腾 最后魔女皇 莫干娜 对应毛头鹰 从最新推出的皮肤中 我们也能大体猜出 他信仰的古神是艾翁 以上就是魔女的简介 说完魔女 剩下的就只有四个皮肤了 首先两个死亡绽放 这个比永恒之森还边缘 基础设定是 这个世界不只有一片森林 永恒之森虽然是主战场 但是也存在其他森林嘛 死亡绽放森林 就是其中的一个 死亡绽放森林 都以暗粉暗子为基础测调 伊丽丝和卡兹克生活在其中 最后要说的 当然是日月时骑士 雷欧娜了 雷欧娜属于修道骑士团 拥有两分力量 日时力量和月时力量 本身没有什么好说的 值得探讨的 应该是这两分力量的来源 这日时大概是来自凯尔 凯尔原本是魔女教团的人 后来凯尔叛教 并驶杀了太阳 这月时呢 就应该来自戴安娜了 魔女和修道骑士团是对立面 当莫甘娜杀死戴安娜的时候 莫甘娜会诅咒戴安娜不得好死 我想这应该是暗指戴安娜 为修道骑士团贡献了 所谓的月时力量吧 好 那么到此日月之时宇宙的基础资料 就全部说完咯 接下来我们总结下时间线吧 首先远古时代巴德诞生 这位远古之神 基本不参与任何事件 之后永恒之森诞生 随之而来的是古神和古代生物的降临 赫卡里姆 缔造者奥恩 德鲁伊之王 阿兹尔 梦魇 魔腾 邪恶图腾 艾翁 后面可能是艾翁腐化了众神 并且和修道骑士团对战 最后诸神战败 修道骑士团成为世界的主流信仰 再到后来 莫甘娜 卡密尔 勒弗兰 杰拉和利桑卓 成立魔女教会 想要推翻修道骑士团的信仰 魔化用复国古神 契约获得力量的方式进行对抗 而另一方 修道骑士团也派出了最强代表 拥有日月时力量的雷奥娜 进行迎战 一场沉默已久的世纪大战即将爆发 至于其他的 都是配角了 伊丽丝 卡兹克 超级配角 塔里克 索拉卡 阿里和卡里姆 这些人可能会守护永恒之森 哪方对永恒之森有坏处 那就会站在对立一方了 至于维加 这个小孩脑子有点不太正常了 我们当疯子处理 侠洛这两人就想着谈恋爱 闭关锁国 骂事不管 应该是都说了吧 行 听我这么说完 是不是对这个宇宙就清楚很多了 但其实对这个宇宙呢 我也有很多的猜想和理问了 接下来便是我的猜测环节 首先在智真杰拉的描述中 有出现星石一词 星石的力量一定会推出英雄继承的 根据主宇宙来看 可能是左翼 不过也不一定 毕竟雷欧娜那都把月时抢过来了 有啥准啊 然后我们仔细理清一下故事脉络 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日月知识宇宙主要描述 大教派修道骑士团和小教派魔女集会的矛盾 本质上是宗教冲突 根据西方历史的遗留问题 魔女最后都会被当作异端强制消除 但是很有可能消除的态度会比较极端 因为在现实中的西方中世界科学知识不发达的那个时代 什么都会怪在那些魔女的头上 闹鸡慌了 那是魔女搞的鬼烧死他 天气旱了 那是魔女搞的鬼淹死他 那个时候一个教派的绝对权威也造就了很多损失 而知诊杰拉的描述中有提到很多魔女势力的人都死于拥有兴实之力的人的手中 这会不会是一次暴政呢 当然艾翁这个造型看起来魔女也不像啥好人了 我只想说可能修道旗船也不是啥好早 真正遭殃的还是永恒之森里面的林晶 还有没有被腐化的奥恩 毕竟人类的宗教之争跟他们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他们还是要承受这次战争所带来的危害 好到此就算结束了 在结尾我提出对这个宇宙的几个疑问 首先星石的继承人到底是谁 背景有暗示是女性 接下来就需要观众自己想了 第二艾翁在描述上算是人造物 这个人造物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第三日月之时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教团里面的信仰 太阳和月亮更像是对立的两方 会不会是修道旗舌团从别的地方偷来了信仰 然后据为己用呢 这个日之力可不可能原本是魔女团的 毕竟凯尔叛变所做的事 就是把太阳之力献给了修道旗舌团 或许魔女曾经就是一个信仰 太阳的普通教派 在修道旗舌团一次次的打压之下 才被迫去和腐化的古神签订契约进行复仇 而这一切又在谁的算盘之中呢 正如莫甘娜对雷欧娜所说的一样 勇敢的骑士被职责和热爱撕利 盲目不见你教团的真相 好了 如果你有猜想 记得发在评论区 单靠我一个人真的是研究不过来呀 非常期待你在这个视频下面的回复 那么本期就讲完了 日月之时这个娱乐了 如果有机会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